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新一期的CDT报告会 我们来关注中国在西藏的数字监控 对于新疆人权的压制 以及中国的工业创造能力 好的 我们首先来关注 勿往西藏 中国数字监控和审查制度 在西藏登峰造极 尼辛科卡近日在连线中国上撰文 提醒外界关注中国当局 对于藏区的数字监控和审查力度空前严厉 2022年2月 藏族歌手财望罗布在布达拉宫前 为抗议中共当局 对于西藏的镇压和控制而自焚身亡 然而 很快这一事件及其相关的信息 就迅速地被中国政府从互联网上抹去 就连其名字在海内外的提及 也都被严格地审查 文章以这一事件开头 表达了中共当局对于藏区的监控 以及压制之残酷 文章指出 虽然数字监控和审查在中国无处不在 但是在西藏和其他的藏人聚集区 尤其严重 除了记者不得擅自进入西藏采访之外 文章还详细地阐述了 中国如何通过数字监控 严格的网络管理来进行审查 在西藏的公共场所 布满了密集的摄像头网络 中国警察还会在当地随机地检查手机 一旦被认定手机上安装了 所谓的间谍软件或者是敏感信息 就会遭到逮捕和惩罚 比如过去几年里 许多的藏人仅仅是因为手机上 有达赖喇嘛的照片 或者是通讯软件 WhatsApp就遭到了审查 而更糟糕的是 被捕者的整个家庭 都很有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 而受到惩罚 作者表示 这使得藏人的反抗 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信息流通的渠道被切断 形成了一个数字孤岛 并且 这些监控正在变得越来越极端 在西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引用了专家的研究表明 与新疆相比 中国对于西藏的封锁更为成功 不同于媒体对于新疆的关注 西藏残酷的现状 由于不为人所知 导致外界对于西藏的关注和理解 日渐淡化 比如 2015年9月 一名年轻的藏族男子许墨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自焚 人权组织西藏观察 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核实 并且分享了事件的真相 即便如此 关于许墨的真相 依然有很多的未知之处 包括他的尸体和家人的下落 最后 作者表达了对于西藏现状的担忧 同时 他引用了一位专家学者的话警告 发生在西藏的事 也体现出了数字极权主义之下 人类社会很有可能会面临的 可怕后果 我们接着来关注 近日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在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前夕 公布了一份 中国先进工业能力的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 在十个工业领域中 中国在两个领域 处于全球创新领先地位 在另外四个领域 与全球领先者 主要是美国的差距不大 这十个行业 分别是机器人 化学品 核能 半导体 显示技术 电动车和电池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 生物制药和机床 其中 核电 以及电动汽车和电池 中国处于领导地位 负责这项研究的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 罗伯特·阿德金森表示 长期以来 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普遍看法是 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 但只是一台复印机 缺乏开发突破性创新的科技能力 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开发出领先 或者是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并驾齐驱的全新创新 那么它取代美国 并且获得决定性全球优势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增加 报告指出 如果中国成功成为世界创新领袖 全球技术经济力量的中心 就会发生转移 其潜在的后果包括 中国将不再那么容易地 受到西方制裁 以及其他贸易手段的威胁 其军事能力和对于发展的国家的影响力 将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 美国技术生产基础将会继续受到侵蚀 美元将大幅贬值 或者美国的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 最后 报告提出了五项关键的建议 希望美国当局可以接受 第一 将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提高三倍 中国的研发税收抵免 至少是美国的三倍 而中国的研发劳动力成本 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国会 应该将替代性简化抵免提高两倍 达到42% 并且允许全球标准制定支出符合规定 第二 对于所有的新机器和资本设备 实行为期7年25%的投资税收抵免 美国是轻资本设备 而中国是重资本设备 第三 效仿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机构 建立五个国家级工业研究院 专注于关键产业和技术 第四 建立竞争力DAPA 与产业界共同投资 研究和应用 在商业领域领导国家安全双重用途所需的关键技术 最后 建立国家工业发展银行 为国内制造业投资 提供低息耐心资本 我们最后来关注 今年是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姆土贺提被捕10周年 9月18日 大社国际发布了新的请愿书 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伊利哈姆土贺提 请愿书的全文内容如下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 我写这一封信是为了表达我 对于伊利哈姆土贺提持续被监禁的深切关注 这位杰出的维吾尔知识分子 在过去10年间遭遇了不公正的监禁 他一直在努力地促进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对话与理解 但是不幸的是 他却因此被冠以分裂主义的无端指控 被判处终身监禁 对伊利哈姆土贺提的定罪理由 仅仅是因为他的著作和教学 在其中 他只是揭示了新疆维吾尔族所面临的系统性歧视 2014年9月23日 在一次缺乏公正透明的审判之后 伊利哈姆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该项判决明显侵犯了他的基本人权 在监禁期间 伊利哈姆拒报遭受了酷刑和虐待 包括被戴上手铐脚铁 长期单独监禁 缺乏足够的医疗护理和食物 并且遭到了政治灌输 伊利哈姆土贺提的畅导运动 为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理解 提供了蓝图 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 欧盟以及众多的人权组织 已经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要释放他 对于他的持续监控 是严重的不公不义 必须立刻改正 他的自由 对于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正义而言 至关重要 我敦促贵政府 立即无条件释放伊利哈姆土贺提 承认他是一名 因为和平倡导而遭到拘留的良心犯 确保他在祸事之前 不会遭受到酷刑或者是其他的虐待 能够无限制的定期与家人 以及他选择的法律代表接触 并且通过定期的视频通话 与海外的女儿联系 保证他的家人 不会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报复 骚扰或者是恐吓 解除对于他的资产冻结 给予他对于定罪和判刑的上诉权 终结对于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以及其他突厥穆斯林群体的骚扰和迫害 包括那些和平表达意见 和为了社区权利而倡导的 知识分子和行动者 立即无条件释放 伊蒂哈姆土贺提势在必行 这不仅是为了他这个人 更是为了更加广泛的人权和正义 当局对于他的持续监禁 违反了国际人权法 以及基本准则 我真诚地希望 您以应有的严肃态度 考虑这一请求 并且采取迅速行动 改正他所遭受的不公待遇 敬上 以上就是本期报告会 关注的全部内容 中国数字时代CT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在来官员平台向我们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media